沙角不翻汤 汤里又不翻冰 老冰不翻冰 各位摊友 现在呢是2020年9月30号 下午3点半左右 我在洛阳老城区的 香范街和义永东街这个路口 在这儿找到一家刘记不翻汤 我们之前去过另外一条街 哎呦那条街上边好多家卖不翻汤的 但是我们还是决定来试试这一家的 因为感觉这家可能是本地人吃的 而不是给游客准备的 人家4点钟才开门 有点早 这是在义永东街上 上面的招牌据说是政府又要统一搞了 搞灰蚂蚁蚁蚂蚁模式 人家里边有一块老招牌 刘记不翻汤 老板你贵姓 把面贵姓刘 姓刘 我给网上搜哈 看这个不翻汤 就是一位姓刘的首创的 对对对 和您家是有关系吗 那就是我家 哦那就是你家 你说祖上啊 当年是怎么想到搞出这么一个不翻汤来 这个问题吧 我真的不好说 啊 反正从我老爷那一家都开始干啊 许许的咋回事这个这个我说不清楚 那时候人家自己干下来就是回事啊 国营市场上都都干了 明白了 也是公司合营了 哦对对对 以前是单干的 记得人家我念 年来也不想 有些时候 不许是很清楚 是可能很多历史现在都不好说 对对 嗯 这家店下午四点多才能开始 那现在呢 你在这坐着等 坐着 我往上也查了资料 洛阳的不翻汤呢 大概是起源在120年之前 当时有一位老先生姓刘 上阵下生 刘震生老先生 他呢 首创的这个不翻汤 也很巧 我们找到的这个不翻汤 就是刘震生老先生的后人 开的这一店 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店 当然50年代呢 也曾经被公司合营过 这种经历呢 像我们家也有 也被公司合营了 这几十年吧 才又开始出现 历史就断党了 现在的刘老板说 他也不知道 只知道老爷那一代起 老爷在洛阳那边 老爷指的不是外公 指的是爷爷的父亲 至于说 当时为啥 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呢 他也说不上 就像我们家的历史 有很多我也说起 是一样的 那么今天呢 能够到他们的店里 来试一试 看看这种家传的 这个不翻汤 到底是个什么味道 洛阳人呢 很喜欢喝汤 早上的时候呢 会喝荤汤 也就是肉汤 像驴肉汤羊肉汤这些 也是早上才喝的 那一般晚上喝素汤 尤其是这个不翻汤 一般是晚上才喝的 也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一些 那洛阳人为什么爱喝汤 那洛阳人为什么爱喝汤 我听过一个老先生讲过 他说洛阳以前是京城啊 即便不是京城 也是洛阳府 有多少人都到这儿来办事 甚至是进京赶考 他们出门带什么呢 一走几个月 可能就背上几个月的干粮就过来了 等到了洛阳 到了目的地 那些干粮真的干了 怎么吃呢 用汤水啊一泡就吃了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所以说在洛阳这里呢 就聚集了各种各样的汤 方便这些进京 或者进城办事的人们 这个说法没看到过资料 但是呢细细想一下呢 比较合乎逻辑 我是可以接受这种说法的 现在应该快到时间吧 看一下 这个每一盘都要放点肉是吧 有加入的又不加入 他是现在先准备好是吧 要不然等下来 一个二十的一个普通的有吃一杯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一会儿一个二十的成个牛排 好的 这个这里边有一张饼 这个饼叫不翻 嗯 它是绿豆面做的 在一个凹子上 摊上像摊饼似的 不用翻它已经熟了 所以叫不翻 哦 有个传说 说是乾隆啊还是谁啊 来民间私访 走到了 孟金的小浪鼻镇 饿得不行了 一个老太太在做这个饼 她就急着吃 老太太说这个饼还没翻呢 还没翻面呢 不熟 她就说不翻也行 不吃了 从那以后这个饼就不散了 呦 这里边还有虾仁 小鲍鱼 这二十块还有小鲍鱼啊 这是二十块吗 对 这一碗牛筷 这一碗的是小大碗的 骨头 嗯 放了这是什么 股脚 这个是醋 醋 这个糖就是酸辣味 酸辣味 这个小这个饼 就这个落馍 不烦烫就泡这个薄饼 那个小的大物在这 好的 这是二十块的 这是六块的 饼呢 饼是多少钱 一块钱两张 可以 刚才看我露脸 这位 太友们好 我是洛阳太友李东 太友们好 我是探宝郑素素 我是探宝福永康 我先尝汤味 稍稍微软酸麻 我比较喜欢 这个感觉 很利口 这个胶炸丸子 是用红薯做的 红薯粉条煮熟了剁碎 搓成丸子炸椒 你家的胶炸丸 自己炸的还是满的呀 我们家有那个专门 做的房子 明白了 那这家做的挺好 做这个丸子好 谢谢 这个不翻汤的冰魂 不翻饼 它下个汤之后 会不会就溶掉了 你夹它就溶了 就溶掉了 然后配这个饼 后别的汤呢 一般是配的是烧饼 或者是饼丝 饼车是烙的饼 紫面烙饼 这种煮的是冲饼 薄薄的特别薄 比如我在很多地方喝过汤 洛阳的汤 郑州的汤 林宜的撒汤 西安的水盆也是汤 我还从来没见过汤里边泡春饼 你要试一下 没有喝铁乐汤的那种文酷的那种感觉 不同的味道口感 不同的体验 郑州你也是第一次吃不翻汤吗 嗯 不第一次 只是知道它名气大 知道就明的 这是第一次吃 每个地方都有一些比较传本的老的吃食 有些可能就是慢慢失传了 当然这个失传呢 指的可能不是说这种 这种东西彻底失传 而是没有了以前的老的那种味道 我们今天只能品尝今天的味 对 正宗这个 我觉得正宗啊 这个命题有点不太多把握 对 为什么呢 正宗指的是传本 那如果说要喝的口味正宗 你得喝过120几年前的不翻汤 然后再喝今天的馆 我要味道做对比 还能说哪个是正宗哪个不正宗 可问题是 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 都没有生活在120年前 喝过那会儿的不翻汤 我看吴志仁太偏了 特别喜欢说一个词 就是爽口 我今天喝这个汤 就这种感觉了 爽口 爽口的就这种感觉 这个汤不一定有点不明 对 是 为什么说晚上喝不放汤 就是说晚上 不要吃太油的东西 那这样 咱们就拍到这儿吧 再拍这个汤才凉了 我们得认真地吃饭 拜拜 各位汤友 拜拜 再看一下我们老大 最喜欢吃 在这人家还没开门 他就来这里等 两点钟等到四点钟 我是想 在店里人不多的时候 就能拍 要不至于影响人家生意 人多的话 团境操杂也拍不好 好嘞 我来喝一口汤汤 不翻汤 喝的就是汤 就是不翻 就是不翻 怎么喝它的不翻 不翻 不翻 不翻汤 第一次吃的 你也来吧 在我们喝完了不翻汤 准备离开的时候 招牌挂上了 大家可能会有点奇怪 这老店怎么 现在才挂招牌呢 这是因为啊 这块的政府呢 要搞统一化 所有的招牌都做成一样的 就把你的招牌给拆了 现在等啊 等待看政府什么时候 把这些招牌给人挂上吧 这只能是临时挂一块 这个招牌 洛阳第一家 刘继 不翻汤 又 Kont兵 翻过来 就却不帆 2 赤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